冬奥开幕式罢评 微活火炬 冰雪五环等酷科技 背后是这些公司 2月4日 立春节气 2022年北京冬奥会正式开幕 秉承简约 安全 精彩的主旨 这场不到200分钟的开幕式 控灵而又浪漫 实现了理念创新与科技力量的完美结合 再次经验全球 冬奥会开幕式相关词条 迅速罢评微博热搜榜单 张艺谋等主创团队的理念创新背后 是燃料动能 屏幕显示 人工智能 5G 云计算 边缘计算 VR slash AR 裸眼3D等数十种 创新数字科技手段的支撑 让我们一起看看 这些魔法般震撼人心的数字科技美学 前所未有的点火仪式创造奥运历史 这是奥运历史上 首次呈现的以低碳绿色环保为核心原则 打造的微火火炬 总导演张艺谋说 点火的方式乃至火炬台的方式 是我们最大胆的一个设计和变革 百年奥运史上还没有出现过 2008年北京奥运会 中国体操运动员李宁 空中飞人点燃火炬 据中国青年报报道 当时李宁点燃的火炬一小时 大概消耗5000立方米燃气 为了维持它的巨大火焰 咬巢专门配了一个燃气站 日夜不停地为它输送燃料 熊熊燃烧的大火 当然是人类奥运精神的体现 但它环保吗 张艺谋说 已因此北京冬奥会的主创团队 开始想怎样把火焰变小 如何更环保 最终的方案是 主火炬就是最后一半火炬 是微火火炬 同时 北京冬奥会首次使用 供清洁的氢能作为火炬燃料 这是由燕山石化提供的氢气 内部的燃烧装置 则由航天六院北京11所 及101所 基于液体火箭发动机的 氢能技术联合设计制造 此外 火炬外壳采用了中国石化研发的 碳纤维复合材料 解决了火炬氢燃料燃烧时 耐高温的技术难题 航天五院508所 已运用了航天器回收着陆试验场 构建模拟烛火炬的试验环境 为确保点火仪式的各个环节安全 可靠 顺畅做出了重要贡献 说完了点火 再说说雪花烛火炬台 根据京东方官方信息 这以前所未有的雪花形态烛火炬台 整体硬件支撑和软件系统 都由京东方自主研发设计 京东方介绍 烛火炬台直径达14.89米 有96块小雪花形态 和6块橄榄枝形态的 Light双面屏创意组成 采用双面镂空设计 建有55万余颗带的灯珠 每一颗灯珠 都由驱动芯片的单一信道独立控制 京东方团队通过500多张设计图纸 和近时轮的质量 研发出目前行业内发光面最窄的单像素 可控异形显示产品 充分呈现雪花的线条感 和细腻的画面显示效果 成功将导演组的艺术创意变为现实 另一对让大家刻骨铭心的画面 就是开幕式上宾立方缓缓被激光雕刻成 经营璀璨的五环的画面 根据集团官微 利亚德承担了北京冬奥会开幕式地平 兵铺 宾立方 南北看台屏和播放系统等装置生产 安装任务 雕刻的视觉 是在激光与宾立方三地视效的结合下产生的 利亚德集团董事长李军介绍 宾立方长22米 宽7米 高10米 是由Light屏组成了 五环本身也是一个Light屏 当它亮相的时候 位于看台四层的激光照射在宾立方上 对宾立方进行雕刻 随着宾立方上部顶盖的下翻 退合着激光的雕刻 底部的五环缓缓上升 宾立方四面的Light屏 一边缓缓下降 一边播放冰渣四件的三维视觉效果 三方面完美配合 就形成了五环被一点点雕刻出来的视觉效果 除了宾立方外 现场还有一万多平方米的地平 以及高60米的冰铺 也都是由Light屏组成 京东方介绍 开幕式的五台地面 是目前最大的8K超高清地面显示系统 京东方采用多个8K加级分辨率的画面融合技术 超大规模的光学校正算法 可对每个显示画面进行像素点击的光学校正 可呈现出10万比翼超高对比度 3840赫兹超高刷新率 以及29900X15096超高分辨率的超高清绚丽画面 超高清显示和传播技术 让这场开幕式成为真正的视觉盛宴 北京冬奥会开幕式视效团队黑工布Apple在官微介绍 开幕式上的视效画质达到全球顶尖的16K水准 平均一次出片需要100台渲染集群工作约三天 成片数据量约2T 为保证内容输出 其团队搭建了渲染农场 以满足庞大的渲染制作量 显示背后的信号传输 也有航天力量保障 根据中国集团消息 航天医院12所大道公司 负责显示背后拨控系统的建设 依托大道公司自有的工业互联网平台 长征云平台 数万个屏幕被串起来 温度 湿度 变压 他们的工作状态被时刻监控 一旦出现一场 就会立即报警 手拿和平哥的小朋友走入场内 脚下的光点四肢亮起 穿着综滑鞋的运动员在地平滑动 雪花随之被抹去 地面铺设的莱特大屏与演员之间的实时互动 成为了本次冬奥开幕式的一大亮点 总导演张一谋从透露 本次冬奥会开幕式 运用了大现场实时捕捉的一种互动技术 根据英特尔官微介绍 这种握器配合来自于一个更高效 更科技的手段 英特尔3Dite三维运动员追踪技术 可以让地面的屏幕 瞬间对演员为一做出实时反馈 并呈现艺术效果 英特尔联合北京电影学院专业团队 基于英特尔的三代替技术 针对冬奥开幕式场景定制开发的基于AliDefn 演出实时特效系统 是实现整个节目创意的关键技术 据了解 英特尔在国家体育场部署了舞台 搭载第三代英特尔之强 可扩展处理器的边缘计算系统 大容量光纤 摄像录制系统 渲染系统等 同时 本次使用的AI实时特效系统 不仅用于现场演出 也用于辅助演员进行节目排练 以及根据排练结果 生成实时动画 以提高开幕式视频效果制作中 你人类角色动画的自然度 低真度 另外 据科技日报报道 在北京冬奥会开幕式经验世界之前 这场开幕式已经在 北京理工大学数字表演与仿真技术 北京市重点实验室研发的平台上 排演了无数遍 这背后先进的虚拟仿真技术 也是现在大热的元宇宙概念中的关键技术